日前中国广东珠海市传来了推出楼市双线新政的消息 珠海市政府在夜晚发布的限购限价令 让众多的开发商挠头到了天亮商讨对策 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当局一再下重手遏制房地产市场 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崩盘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10月31号晚珠海市政府发文声称 11月1号起珠海将实行限购政策 从而成为广东第四个限购城市 目前中国的限购城市已经上升到47个 让开发商感到要命的是除了限购还限价 新房的价格限定为每平方米11285元 但在珠海楼市上主要楼盘的销售价格 却都是在每平方米14000元以上 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飞表示 从最近的调控手段来看 北京当局确实下了狠心要控制房价 如果用限购啊或者就是用神仲的手段 把这个价格每平米多少钱都规定出来的话 那就是开发商啊各方面获利的这个机会 就大大被削弱了 我感觉市场可能会因此而做着很大的调整 像珠海这样的城市如果在楼市啊 经历一些大的震荡 那么我觉得那说明这个一线城市 这个楼市的这个大的调整啊 现在已经开始的这种迹象了 我觉得可能会一眼一裂 那么甚至这一波震荡会引起 也会涉及到这个中国的三线城市 直至最后引起整个中国楼市坍塌或者崩溃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中共公务院年初发出通知 要求地方严控房价上涨 如超过年度控制目标 要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今年二月份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前 与网友连线交谈时表示了 抑制通胀与楼价的决心 陈志飞分析 中共打压通货膨胀的手段和力度 相对于楼市来讲要软很多 因为通货膨胀对中共的利益更加生死攸关 用通货膨胀来挖空老百姓的钱 来冲掉地方和银行的坏账和债务 是中共的一贯政策 所以我并不觉得通货膨胀会在很大程度上 会被抑制住 因为通货膨胀如果下来的话 将会使地方债务的危机一下凸显出来 因为银行的坏账也会暴露的 就是说淋漓尽致 这样就会造成中共整个银行 或者是金融系统的一个大的灾难 陈志飞认为 中国的房价之高已经到了让百姓难以承受的临界点 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直接影响到中共的政权 当局是想在保持通胀这个前提下限制楼市 因为楼市抑制不住的话 同样通货膨胀也不保 此前不久 广东佛山政府解禁限购令 但在一天之间就被北京打回原形 从珠海市突击发布双限令来看 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 地方政府对于房价调控目标的焦虑达到一个临界点 珠海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它还是具有很强的这种象征意义 因为此前的这种限购令 只是在一线城市实施 但现在珠海这种二线城市也主动的颁发这种类似的限购令 这说明这种限购啊 这种还有这个限价 不光是限购还限价这种行政指令 可能会在中国的城市蔓延开来 所以就可以看出来中国楼市崩盘 不但是已经就是说有这个迹象 而且是可能已经到来了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周二发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10月中国住宅地产均价环比下降0.23% 以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号提为 中国楼市崩盘可能性有多大的文章 对中国的楼市前景做了一个预测 文章分析 习惯了房价值涨不跌的购房人采取观望态度 那么房屋销量将会下降 开发商将被迫卖存量房 并在危机中放缓投资 投资大幅下滑会让中国GDP增速降低 不止两个百分点 文章指出金融系统也难逃一劫 因为中国银行业大约20%的贷款 直接和地产业相连 另外16%则借给了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中40%的收入来自土地出让金 文章预测房价下跌将导致土地出让价格下跌 同时加大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资产品质下降 中共政府将要应对一场全面危机 新唐人记者梁欣 李静 李安安采访报道